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 于北城 比如说我们看 从路南的快艇来延伸看看 于北城过去不是告诉我们 解放军来到台北的各个城市 没有Google 连不上GPS 就没有办法导航了吗 结果这次人家发现 他很精准的到了淡水河口 他也没有去大甲溪 你以前其实于北城 自己也自相矛盾过 他以前是讲说 兵推显示 解放军80艘军舰集成之后 还有8万人登陆台湾 他们这8万人算是逃过来的 非正归上岸的 所以上岸之后没有补给 只能到大卖场去抢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质疑说 请问他怎么找到大卖场的位置 如果没有办法定位的话 那不是跟你讲的时候 没有办法用Google吗 就会迷路吗 所以你看看 这个于北城 讲法上面 让人家感觉 就是这自相矛盾 既然陆南已经告诉你说 他是可以找得到路的 还有你看PTE上面在讲说 看来台湾海峡好像也没有多难横渡吧 之前台独最爱讲 台湾海峡很难横渡 解放军要打来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结果现在一个小小的动力艇 就能够轻松登陆 看来解放军要登陆台湾 也是轻而易举吧 所以大家心里头的破防是在于这边 我们根本不用等到什么航母了 或者是根本不用等到什么样的舰艇 只要这种快艇就可以登陆台湾了 那人家就讲说 于北城敢不敢说 他因为这个Google 不能因为Google会迷路 不敢来 现在没有办法 这个不攻自破这个讲法 但是之前其实他还有曾经有这样的言论 就说就算上来也是白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像这个都市丛林一样 把兵力部署在高楼层 然后从上往下打 根本就像打鸟一样 几发红准飞弹 就换你一台战车 几万块换你好几个亿 这样不对称的做法太划得来的 所以这种装甲部队 不会随便进入到都市丛林 因为他就已经想说 我们都市丛林已经准备好 这样子来打鸟一样来打解放军 可是人家也是觉得说 这也是有 这个好像跟逻辑上面也不太不太吻合 那再来我们看看 于北城现在也被人家吐槽 端午节嘛 他是秀了粽子 然后结果被人家吐槽什么呢 他讲说 最近我被言上了 那台湾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吃粽子呢 他就说 因为我们吃的是自己包的粽子 他说 不管是北部粽南部粽 都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包的 都很好吃 所以就是我也是要过端午的 哪怕被人家质疑说端午是中国的节日 那结果人家就把他圈起来说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粽吗 结果是湖州粽 这边还摆出来 你拿了一个湖州粽告诉我们说 南部粽北部粽 是台湾人自己包的 那你结果台湾人自己包出的湖州粽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拿的是湖州粽 台湾粽是三角形的 湖州粽是这种长形的 然后绳子是绑这样横条横条的 所以就马上被网友吐槽说 可是你拿的是湖州粽子 所以连这个粽子发文都可以闹笑话 还有他讲到这一个陆军官校 不叫黄埔的事情也被纠正 他讲说 我们早就不是黄埔了 因为现在很气 黄埔不要他去这个百年孝庆 所以他就生气了 气黄埔 他就说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 我们的官校来这边 就不叫黄埔了 他说凤山的陆军官校 是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之后 辗转到台湾来 隔年在台湾成立的学校 以及副校 副校之后就不叫黄埔军校了 叫做中华民国陆军官校 那我们看 这个蔡振元 他就回顾这个历史 他说在凤山的陆军官校 其实是原本由孙力人成立的 台湾军官训练班 又称为陆军官校第四军官训练班 但是有一阵子是改名为 黄埔军校凤山专修班 后来再过一阵子 才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所以他连这个黄埔 到底有没有 就是这个名称 他都搞错了 所以就又又又在出囚 好那再来我们看 黄埔的百年校庆 赖清德可能跟韩国瑜 又要再度同台了 亮哥就讲说 赖清德当天的讲稿 他如果要去出席 这个黄埔百年校庆的话 恐怕会被显为禁般的检视 那韩国瑜因为现在人气很高 所以他觉得可能到时候到现场 会有这个赖清德好像大家就反应冷冷淡淡 但是韩国瑜大家反应很热烈的情况 只不过人家讲说 现在国军真的会这样子吗 因为想到了那个蔡英文去到这个军中 他还不在那边唱歌什么 阿姨像当地牙在那边跳啊跳的 会不会到时候也会有这样刻意为赖清德做场面呢 或者是说人家国军会这么笨吗 就是刻意要给你赖清德难堪吗 好像也不至于 那再来我们看看国会是不是有可能要空转呢 首先先看这个林一锦 绿营的委员他跑到了高中毕业典礼里面 在那边大谈说 这个学子啊 轻鸟勇敢站出来 只是台下的学生们就想说 这是我们的毕业典礼 也不是你政客发泄的舞台 那就马上就被吐槽 这事情也在网络上面发酵了 发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因为这段影片其实是我们TVBS 其实各家媒体也都有去引用 就是校方的这个影片 结果校方就是来含给我们 要叫我们特别帮他澄清 澄清什么呢 他说这个片段不是校方主动提供的 避免事件影响校方的名誉以及中立立场 所以你看现在连学校都要展现强大的求生运 生怕得罪了党还想跑 所以他们要讲说 这个我们没有要你下架 但是呢 请讲说不是我们校方主动提供给你的 你看连学校都怕成这个样子 到底民进党是给予校方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也帮校方温馨的提一下 不是校方叫我们用的 是我们自己去使用的 但是校方没有叫我们下架 我们帮他说明一下 那亮哥就直言说 这个现在目前国会改革 蓝白是不可能让的 这所谓的立法跟司法的冲突 那你司法要杠我是不是 我就再给你修 国会是多数 你看要玩到民国几年 所以这个在节目上面的主持人也在讲说 那这样不就是整个台湾就要空转下去了吗 那现在老科要抗中还找蔡英文讨拍 就他讨拍讨的是怎么样呢 他就说感叹 感食花见泪 恨别鸟精心 然后花还是大肠花的花 鸟是恨别鸟 是青鸟的鸟 那可是问题是这一篇是出自杜甫的春旺 那你不是念中国书 读中国书长大 这样不正确吧 那我们来问一下 龙杰先怎么看 政治到校园 其实退出校园 当时大家 连共同党最后也 就是面对这个事实 可是你怎么外离破呢 那一天早上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 那我没记得因为在英康 我看他在英康就对了 说到有点情谊 说到下面参加新的那头 我跟你讲 像我参加毕业典礼 我最忌讳就是讲政治 而且学生坐在底下就开始干扣 你到底要讲多久 所以通常我们上台讲话 不会超过一分半钟到两分钟 阿星乐 你说越多 讲什么越多 这就是这样 对不对 眼睛灰灰灰 補充这菜鸟 你当做那是你演讲中 一直讲就对了 讲到下午他到新化高宫又重新讲一遍 那这表示他是刻意的 他认为说 这个鸟都是年轻人在支持 没有啦 真的没有啦 所以礼拜六 大家台南来看看 看是G7改革的多 还是G7黑金贪黑的多 学生现在因为有网络 有自媒体 很多国中生高中生 其实他们都会分辨 虽然民进党掌控国家机器 他灌输了很多 不应该有的资讯 然后甚至是误导的 说谎的 但我们的年轻朋友很聪明 他会去比对 就是说消息来你讲的 其实你执政党 包括执政党的公职人员 你讲的都是谎话 都是假消息 但是还好我们的年轻朋友 他会去找 找真正的事实 譬如说这次国会无法改革 没命的 你今天是怎么谎资料那么减 叫你来国会问 你是怕死不严的 为什么中央民主要那么减 你如果不照须说就对了 要跟你犯2万920万 还有这个事 没有啊 没有针对人民 很多年轻朋友 他就会去寻求 寻找 他说你们就让我方便找 你外面的网站 我当然我就尽量po 现在不是你执政党掌控 媒体优势 你就可以这样玩 然后你竟然大喇喇的到校园里面去 就提这个法 就说 不算要改革的人变成反改革 你不知道 下面的核心在跟你找 我跟你讲 还有对话 你看这个 都有他们群组 就他们当下好好的有群组 那是当有的孩子 他有老名 我就没让你们看到 他就在拉着 你也刚才好 你现在是动作政治不入校园 你是低能立委 因为有小朋友的名字 你不要小看 这些年轻朋友的智慧 我跟你讲 我直播 我每天晚上 礼拜二礼拜五在直播 国中生高中生打进来一大堆 我告诉你 他就跟你对话 他跟你问 两个我问你 现在不是你立法委员 你进到校园 你就走路有风 没有 像我们下个礼拜也有台南某些院校 找我们去找我去 我在想说我敢会去 你政治人物走到校园 人家真的会跟你碰到吗 他说不 你来 大家都很想看你 但是我要想 我是不是要一分钟 一分半钟就要结束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政治的立场 带到校园 对 这样不是去无聊整个校园 让校园保持一些清静有这么难吗 好 我们来问惠恩哥 这农界兄说到 说这个毕业的同学 这个当然他有切身的体会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這些同學他非常討厭 民進黨的立委講政治 然後將來他有投票權的時候 他就跑去投民眾黨 這樣就國民黨就是做白宮 就變這樣去 那個時候黨政軍退出媒體 黨政軍退出校園 都是民進黨教我的 可是黨政軍有退出校園嗎 當年高嘉瑜就是 台大學生會的會長 那時候還不是民進黨的 是啊 所以馬上就去重振 所以黨政軍退出校園 是騙人的 黨政軍退出媒體也是騙人的 那你國民黨退出媒體 退出校園之後 民進黨多趁虛而入 多把你這個空檔 把你拳進去 你就是會發去 好 所以你看明天禮拜三 因為謝龍介剛才預告 是說要拚中 禮拜六 六月十五 在台南他們藍綠各有一場 可是明天禮拜三的中常會 賴主席賴總統要親自下動員令 還要兵分三路 你們好了 他要跟你拚 所以行政院的覆議 你事先之前他覆議 最快可能是下個禮拜二 就是六月十八 下個禮拜二 立法院要再做覆議的表決 那青鳥一定要再出動的 一定要再包圍立法院 對不對 然後中華電信還是要出 那個行動基地台 我們還是要再準備這個 這個什麼漢堡什麼什麼的 也是青鳥 也是要吃飯 就是要這樣子繼續的 這樣子亂下去 可是剛剛這個宰宣講到 這個于北城 因為其實國民黨的鐵桿部隊 是黃富星黨部 黃富星黨部在桃園的 叫做黃國園黨部 是桃園市的 其實于北城 他以前就是黃國園的主委 所以他以前是很藍 他剛退伍 他少將退之後 他是遊攬轉綠 他沒有攬 他怎麼可能去接黃國園的主委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現在笑于北城當然很簡單 我也經常在取笑他 可是我請問大家 他為什麼遊攬轉綠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現在就笑 每次講到于北城 我都覺得對國軍的那些將領 很抱歉 難道說我們中華民國國軍 每一個少將都是這個樣子嗎 不可能 所以我請問大家 這個是賴總統在520 舊子演說講的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賴清德總統講的 我請問大家 互不隸屬你端午節吃粽子嗎 賴總統拍影片 蔡總統也有這個臉書 蔡前總統也是祝大家 什麼平安快樂端午節 賴總統也吃粽子 你不是跟我講互不隸屬 我們吃粽子是哪裡來的 這個習俗 哪裡來的傳統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真的互不隸屬嗎 真的互不隸屬 對 以後中秋節也不要過了 改名叫台秋節 為什麼叫中秋節 逢中必反 還是真的要抗中保台 所以蔡總統賴總統也好 他那一套邏輯是講不通的 可是翟宣我很抱歉 我的結論就是說 最近幾個民調在做 你認不認同賴清德總統 互不隸屬的 超過一半以上都認同 60幾% 70幾% 對 我贊成互不隸屬 但是當你贊成賴總統的 互不隸屬的時候 你不覺得你昨天在過什麼節嗎 昨天不是端午節嗎 端午節是哪一國的習俗 是中國的習俗 我們是中國人 你怎麼會被民進黨洗腦之後 就不敢講自己是中國人了 然後他說互不隸屬 你下去就牽去背望 對對對 互不隸屬 但是我端午節要過 我中秋節也要過 我農曆春節也要過 你咳什麼 你是真的咳還假的 應該是真的咳 還有七夕 還有七夕 對 這些東西 都割捨不掉的 所以賴總統你的互不隸屬 是騙人的 是騙票的 那個邏輯是不通的 好 佳玉 或不隸屬當然是事實 也是一個現狀 剛剛輝文講的是文化上 文化上確實過去有一些歷史 有一些故事 我想大家其實在文化上 還是會有一些 從過去到現在 可以去互相去了解 或是交流的地方 像我們也是跟日本跟美國 很多不同國家文化 也都會有互相交流的地方 剛剛講畢業典禮 其實我自己過去在畢業典禮 我都還沒到學生就已經很期待了 那我一到場 學生就開始會歡呼 因為我都會唱歌 那學生最期待 就是我在畢業典禮上唱歌 他以這一段發言是要捧自己 所以政治人物 當然去參加畢業典禮 每個人可能講話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妳是說林怡景比較沒人氣 林怡景其實它是比較 一般的政治人物 可能會講一些比較嚴肅的議題 但是我都用自身的經歷 讓大家知道說 沒有什麼困難是過不去的 只要聽過我唱歌之後 就會覺得人生就是豁然開朗 再什麼樣的困難都可以撐得過去 我想這就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畢業典禮的致詞 那今年就是畢業典禮 大家看有一個高中生 他致詞在網路上 已經將近百萬的點閱 很多年輕人很喜歡今天的新聞 所以我覺得其實當然 每個人面對人生不一樣的一個態度 但這一次的輕鳥行動 確實對於很多的年輕人 自發性的去參加 我們是有看到這些年輕人的熱情 還有對於台灣不管是民主的改革 或者是國會的改革 他們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這一點確實 也是大家可以值得去關注的地方 也是林怡景她在畢業典禮上 想要鼓勵年輕人說多去關心社會 然後多去關注公共議題 這個大概就是她的初衷 倒不是要去宣揚什麼政治理念 這個翟兄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這個剛剛你提到這個 黃埔百年宵慶 賴總統要出席 顧弟兄會陪著他去 然後說韓國瑜也會去 這個黃埔的建校是民國13年 這個西元是1924年 你不是跟我說互不隸屬嗎 我請問你黃埔是在哪裡建校的 不是在廣東的廣州嗎 那這怎麼辦 那是中華民國 是啊 那不是說互不隸屬嗎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在哪裡建國的 不是在大陸建國的嗎 那已經到台灣了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我 因為你感冒我也懶得跟你吵 你這個東西你邏輯是不通的 賴總統你不是劈頭 就是1949年嗎 你520就職演說不是就1949年 1949年蔡總統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1949年之前 1912年到1949年那38年怎麼算 那38年的中華民國在哪裡 中華民國就是在大陸 中華民國的主權 它的主體性就是大陸加台灣 那你現在說互不隸屬 真的要互不隸屬 你要把後果講清楚 不然大家都來輸而已 那謝龍介幫忙賣的水果 就不要再賣了 那就是互不隸屬 你還要給人免關稅 還要給你優待三米市 那大陸的朋友 你台灣賣去的水果 哪一個大陸沒有在種 人家是幫你捧場 真的要互不隸屬 就把大陸委員會給拆了 以後我們去北上廣深 都帶著護照去 都不要再用台胞證了 你看你進得去嗎 買就輸而已 每天喊互不隸屬 端午節也要過 ECFA也要賺 黃埔百年消氣你也要紀念 那個邏輯怎麼會通 你搞得我自己都錯亂了 你要真的互不隸屬 就要真的做到那個地步 而不是嘴巴講互不隸屬 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東就忙回來